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在刚智产的时候粉丝就私信我了 说他们营地拿了个柴架的让小强过去帮个忙 既然粉丝都开口了那肯定得过去搭把手啦 现在小强穿的是采集甲我们得回家换好装备再过去 其实小强最害怕的就是在我刚智产的时候 有拆架的去粉丝营地打乱了 每次都得回家换装备换配件什么的特别麻烦 毕竟带着装备去做任务的话很像背包 来回一趟不容易花的时间也会更多得不偿失啊 好的咱们不好状态就过去帮忙吧 没想到这人居然躲在这边的揽车台 他的小强在市中心找了大方天 看这样子他也没发现我那咱们就爬上去偷袭他一波吧 他的反应很慢呀 小强都爬上来了他也没反应过来 咱们抓住机会先手把他护盾给破了 这人也是够裹装了知道打破小强就直接开溜了 溜的那叫一个飞快呀 小强跟都跟不上 这人应该是个新手居然当着我的面爬楼梯 一般会玩的人都不会这么貌似的 在抵着面前爬梯子简直就是个火把子 只要被击退了就会挂在上面冻藏不得 这人的姿势好奇葩呀 居然是我嘲笑的吊着 算了不管那么多了直接把它也秃秃了吧 小强还有日常没干呢实在不想给他浪费时间 好的解决了不过这包怎么挺呀 悬浮在空中小强在楼梯根本挺不到呀 要不咱们跳到架子上试一下 还好能挺到这不也无算亏 要是这包再上一点或者再往下一点的话 小强就不一定能挺得到了 好的既然这边的事情都忙完了 那咱们就接着做任务吧 小强刚灭掉一个拆架的准备过来做巡赏任务 没想到粉丝又说营地打了个拆架贼 哇塞周末拆的人还真是多呀 一个接着一个来 还要我装备都在包里没放进金库 不然的话又得回家跑一趟了 哎小强刚过来这人就被灭掉了 完全不用小强帮忙嘛 看来这次是白跑一趟了 原本小强打算回家去的 没想到市中心打一个拆架贼 看来周末大家都比较闲呀 个个都喜欢来搞事情 那行吧既然撞见了 那小强就帮粉丝灭掉他 这人也是皮疙瘩 一直在市政厅和我们绕 但现在他的护盾被打破了 基本扛不了多久了 咱们快点追上去把他也秃脱了吧 看他的样子还想脱装便了 直接把这人给灭掉 嘿嘿他肯定很心疼嘛 被小强套了不少的耐久度 这营地拆架的都解决了 那咱们就回去吧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现在这里 我是小强 我们下次见 拜拜